我们这边来看一下CH4对着before you的第二局上半场 这边的话是掏出了古神堪爹先知加傭兵 这套阵容真的是要完全体了 在我的脑海里面能打得过这套阵容的真的不多 蜡象师我觉得是很有机会的 或者说可能是我想象当中比较好打的 他没有拿,拿了一个雕刻家 拿着雕刻家呢 有观众说这个绝活雕刻,绝活雕刻真没有用 绝活雕刻不一定,这怎么上来撞车了呀 还好这雕刻家这边不在 就绝活雕刻是没有用的 你雕刻家打得好,人家这套阵容厉害 你得是天神下凡 上来噼里啪啦一顿甲,闪现都不用 秒一个人,好,那你绝活 以这个作为起点慢慢打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你前期没有优势 这边待会有鸟有棍有磁铁 拥兵稳定救人 哇,这画面想想都美啊 美如画呀 这边要雕像,来把人推下来 看有没有机会 来雕像 呀,漂亮 第一刀,来撕 这也是我们经常见到的 就雕刻家在面对这个电车的时候的一个处理方式啊 那这样的话配个闪现带走 这看单元好像还不错呀 一刀蓄理刀,哎,回头 丢了块磁铁,这边的话先知鸟怎么说 怎么说怎么说 这里这个闪现 应该要等 因为他这边可以用雕像封住这个口嘛 你要给上 好的,很稳啊 不得不说啊 刚刚我们观众说的还是对的 这个雕刻家确实在各方面展现出来的 东西是非常优秀的 这个雕刻家确实打得不错 但是你说这把穷者 输了吗 没有啊 这求生者前妻你看 挂上人一分四十秒了吧 外面总量加起来也两台半了吧 傭兵卡半救一救 我不说穷者真胜吧 我觉得穷者保个平 现在看起来还是有机会的 甚至这波傭兵都可以卡死救 卡死救 然后就没人管你这个傭兵 然后干嘛呢 看单元凭借着自己手里面 坐在椅上面蓄出来的磁铁加这个飞轮 你自己玩 你自己玩 想怎么玩怎么玩 卡半救嘛 卡半救有个问题 就是卡半救这边打两刀 雕刻夹到二阶 一夹 还行吧 卡半救下来了 卡半救下来了 但优秘这边吃的伤害有点多 这里的话 差一夹的伤害到二阶 手里面没有闪 但是古董来了 那个神 哎我去 那神也没辙呀 这个神得走啊 这个神他也得走 为什么呢 这雕刻夹到二阶了 神他也是人 他有的时候做不了人做不了的事情 这大老师好像无限看好这个雕刻夹给到了50的 四抓率 高了一点点吧 稍微高了一点点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这边雕刻夹一个分场投过去 把这个傭兵给秒了 我觉得这个四抓率我认 但是这个傭兵还活在场上 他还有一口气在 我觉得就不好说 哎呀 这个分场没投好啊 人挂飞 不好说不好说 这个局面呢 确实是雕刻夹的一个宝瓶真胜面 但不是说一定能赢的 他现在需要快速的 需要击倒一个起一波上挂节奏 但凡能够快速的击倒起上挂节奏 他真赢了 这边的话想雕像 漂亮 漂亮 真的厉害啊 哇这雕刻夹 好萌啊 在外面这傭兵瑟瑟发抖 人嘛是救不了了 这修机子你敢修吗 修机子一个分场 一组雕像可能人没了 不过雕刻夹两波分场去找这傭兵呢 距离上面都差了一点点 无所谓啊 因为机子不够 所以说这把应该是一个多抓了 应该是一个多抓了 不不不不 这把是真的 这个雕刻夹打得好 他从前期中期 每一波打得都很好 不是说毒奶不毒奶的 我只是说我觉得这套阵容厉害 但我没有说穷者就一定能赢 对吧 我只是说这套阵容厉害 你们要听清楚我说的话呀 这边的话 傭兵的机子修掉 古董商这边最后来救一波 但古董商现在的状态是一夹加一刀 一夹加一刀 有点难 有点难 球者这边似乎是要卖吗 来了来了 古神 能不能创造奇迹 能不能证明 你是个神 那没了 打得好 不是不是 这个真的是这套阵容 这套阵容不厉害吗 这么厉害的套阵容 只是这雕刻夹确实打得好 上来那一波 对吧 夹车 那个夹车真的不是说你知道你就夹得下来的 那个夹车呢还是需要有点水平的 我记住了这个雕刻夹了 这雕刻夹确实打得非常厉害 下一次我观战的时候我就不会小看他了 因为雕刻夹这个角色呢他是上线高 但是下线 也低嘛 所以说 当时我的判断 我觉得 我觉得我判断的还行 我觉得我判断的还行 这边 推 一棍 减速结束 好 你棍子全CD 来 一刀带走 四抓 before you确实在 那个欧美赛区 是 掌控雷电般的存在 一家独大 好像能对他们产生威胁的战队 目前来讲好像还没找出来 这把 这把那个雕刻夹打得好 确实打得好 我本来觉得 因为雕刻夹这个角色 怎么说呢 就很多时候我们看IVL 你看那些厉害的图皇 他们的雕刻夹熟练度也很高的 但是你真的碰到一些 强悍的阵容 这雕刻夹不一定有发挥的空间 算了我不圆了 好吧 这把就这样了